你绝对不敢相信,这个单身了30年的女人,居然爱上了一具男尸 女人名叫西西,是一名入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不同的尸体修复化妆 因为常年与尸体打交道,西西的性格变得孤僻,常常面无表情 你只能从她的眼神中感受到情绪 尸体有男有女,给女人化妆更加复杂 但西西眼中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为了让尸体更加体面的入脏,她需要给她们化上完美的妆容 给女尸刷上睫毛膏,让她的眼睫毛看起来更加浓密卷翘 再画上精致的眉毛,女尸看起来就更加的精神了 这还不够,尸体的肤色颜色不均匀 西西就帮她刷散粉打腮红,最后再给她涂上艳丽的口红 一整套流程下来,女尸的妆容也大功告成 从远处看去,仿佛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睡觉 谁能想到这是一具尸体呢 工作完成,西西再次检查了一下尸体 就怕有什么地方没有处理好 这天,西西刚下班就被主管叫住 需要提前回家的她,把停尸房的钥匙交给了西西 拿到这把钥匙,西西万年不变的表情也产生了一丝波澜 在这里工作几十年,她却一直都是普通的小职员 如今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钥匙 哪怕只有一天,她也开心极了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西西打开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老奶奶 她是带着她老伴的尸体来的 奶奶的表情悲伤至极 伴侣突然离世,让她一时无法接受 她忍不住声泪俱下 控诉伴侣生前对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 西西就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她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 完全不被奶奶悲伤的情绪影响 依然面无表情 再次收到一具崭新的尸体 西西和主管又有的忙了 剪开尸体身上的白布 西西终于看到了尸体的面貌 那帅气的面孔让西西心动不已 这个相貌英俊的尸体迷倒了一位入恋师 还让她产生了与尸体结婚的念头 西西站在这具尸体的床边 尽管这具尸体残破不堪 也无法阻挡这帅气的面孔对她的吸引 身为入恋师的她 正要修复这具尸体 可是这个尸体损坏程度太大 让和她一起修复的主管看到 都吓得瞪大了眼睛 但没办法 硬着头皮也要上了 两人一直在忙碌 想为尸体填补上缺少的部分 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两点半 实在太累 主管坚持不住 掀她一步回家了 现在只剩她一个人工作 而身前的尸体 只剩下一个手臂就完成修复了 没有人看管 西西也大胆了许多 身后另一具尸体 也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大冤状 倒了八辈子血霉 才遇到了她 西西仔细测量了这具尸体的手臂 发现与那个帅尸体的手刚好吻合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旁边的砍刀 将尸体的手砍了下来 拿着这个完整的手臂 西西把它接上了帅尸体的手上 一具完整的尸体就出现了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很晚了 西西看着她完美的杰作 趴在旁边睡着了 正睡的迷糊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把她给吵醒了 门外正是那个帅气尸体的妻子 她今天是想来看看尸体有没有修复好的 可是西西表情冷淡 脸上还有刚刚工作完染上的血迹 妻子被吓得话都说不利索 误以为尸体还没有修复好 只好孤身回家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西西意识到这是别人的尸体 过不了几天她就要失去这个尸体了 气氛之下的她 甚至没有维持住她的面瘫脸 回到尸体旁 她面带眷恋地看着尸体伸出右手 仔细描摹她的眉眼 实在压制不住心里的活气 她把情绪都发泄在另一具尸体上 要是尸体能说话 可能会跳起来说一句 我真的会泄 发现完情绪 西西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个寂寞 这个女人为了留住自己心爱的男尸 她把活人放进了棺材里 妻子来拿回尸体 西西冷漠地把她打发走 因为她想独占这具尸体 但是今天妻子收到了西西的电话 说到丈夫的尸体已经复原完毕 可以随时带回家去办葬礼 得知这个消息的妻子激动不已 丈夫可以入葬 她当然要赶紧把她给带回来 因此也忽视了西西的语气 跟之前截然不同 身为这具尸体的入恋师 西西也出席了这场葬礼 看着眼前被抬走的棺材 她陷入了沉思 墓园里 神父与弟弟的对话 让人产生了遐想 原来死者的妻子 今天一直没有出现 这很奇怪 丈夫死后 妻子一直都很伤心 对这场后事也是非常的在意 她可以接触尸体 却不出席这场葬礼 做最后的告别 说完这句话 神父就走了 弟弟也随后离去 他们不知道 他们好奇的那个人 此刻就在他们的身边 至于在哪 除了西西 谁也不知道 西西此刻在家里举办婚礼 她把房间布置得非常温馨 墙上挂着氛围灯 桌上点了一圈红色的蜡烛 仔细一看 蜡烛中间有一条狗 她像一个祭品 安静地躺在那里 没有任何的呼吸 西西穿着粉色的婚纱 她是这场婚礼的女主角 身旁的新郎打扮帅气 却没有一丝生计 本该入土为安的尸体 却被西西带回了家 葬礼顺利地举行了 那被安葬的人是谁呢 那个消失了的妻子 渐渐从昏迷中醒来 原来她被西西迷晕 成为了这场葬礼的主角 打火机照亮了她所在的环境 吓得她大声尖叫 拼命地拍打棺材板 但却没人知道她在这里 只能静待死亡降临 因为职业的限制 西西常年跟死人打交道 性格孤僻的她 朋友越来越少 直到没有 长久的精神压力下 她的思维开始产生偏差 导致她产生了 与尸体结婚的念头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